今天台湿晚间新闻我是林如 台中和平区的中横变道22.5公里处上边坡路段 在今天上午无日警的发生了大规模摊坊 整片山壁瞬间崩下 烟雾弥漫 幸好没有造成人车受伤 不过画面非常的惊悚 而中横交通更是因此中断 公务段正在积极的抢通 希望能够在端午廉价前清摊完毕 大快土石掉落现场 落石如雨下 不过还有更惊悚的 下来了 下来了 现场民众大喊撤退话还没说完 马上轰然一声 整片山壁瞬间摊坊 拍影片的民众怕被落石砸到也连忙后退 全部下来了 从另一个走度看 摊坊瞬间现场扬起大片烟雾 公路总局也调派机具到现场清摊 德基管制站前也拉起封锁线避免车辆进入 摊坊的高度大概是80公尺 那道路阻断长度是40公尺 那整个面积大约有3200平方公尺 12号上午9点20分左右 台中和平区中横变道22.5公里 上边坡路段无预警发生大规模摊坊 造成道路双向阻断 不过就在半小时前约8点50分 22.4公里处也发生摊坊 公路总局人员联盟轻摊没想到又发生第二次摊坊 不过幸好早班车队已经出管制站 没造成人员伤亡 公路总局预计在端午廉假前 轻摊完毕 这次的山崩恐怕就是和最近的地震 以及山区持续强降雨有关 也呼吁民众这段时间除了中横交通中断之外 经过山区都得小心慢行 注意路况 接着台中奏客报道 接着台中奏客报道